MAYBE TONIGHT 那家的心理箱裡面呢 常常都是衣服跟鞋子 我的心理箱有點不一樣 它很重 因為它裡面都是滿滿的相機 太早會出發 這一台 因為它總是很從容 在鏡頭前面都會好好讓我拍照 所以就可以用這種成本很高 一張七八十塊的 那張小優在打小孩 我今天打小孩 Sony RX100 為什麼呢可以直接上傳來去 看到鬼 看到鬼應該用這個拍的吧 看到破蓋的人 破蓋的人好慘 那還拍它 因為很瞬間還可以打閃光 一定可以把瞬間凝結 它那個破蓋的樣子 下去的瞬間都會拍得很好 Fashion Week 那還是要戴這個數位的Sony 對 因為 時裝周的話應該是有很多重要的 information 要分享跟紀錄 底片實在它還是有一定的風險是 它是可能濕焦啊糊的 或者是整個沖白片 而且其實時裝周有時候你也會穿得很緊啊 自己身上萬一沒有什麼大口袋的話 可能就可以從胸口突然間拿出來 用這個剛剛好 為什麼我會開始喜歡攝影這件事情呢 是我18歲的時候到美國讀書 然後是一個人過去留學 可是到了美國之後 因為美國小孩早上9點才上學 然後下午兩三點就回家了 要想辦法figure out你這些美國時間怎麼用 然後那時候台灣很流行 Lomo LCA 然後我就做了一下功課 看到一個叫Hoga 120的相機 就覺得這台塑膠相機看起來是入門款 然後也蠻便宜的 然後我就買來 我就開始裝那個底片 就發現 這底片為什麼只能拍12張 把它拍完之後送喜 送喜很貴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這個Hoga 120為什麼賣這麼便宜呢 因為它規格是120相機 只能拍12張 所以其實想要買的人不多 這個定價就定的比較便宜 然後我就摸摸鼻子 拍了三卷之後 之後就比較沒有在拍 因為太貴了 然後拍照這個習慣 就一直延續到做空服員的時期 就算做空服員 我還是天天都帶著相機 就是每一趟Fly基本上都會帶著 那時候用的是這一台 是Canon的相機 它是我唯一一台數位單眼 那這都掉漆了 有一次我就帶著它在那個印度夢買 看到什麼就拍這樣子 那看到地上一堆垃圾 我就對著垃圾猛拍猛拍 很少到印度覺得很特別 遠遠我就看到一台警車就開過去 眼角雨光我就看到他們朝著我走過來 結果他就說 他就說 Excuse me man What are you doing 然後我就說 I'm taking pictures 然後他就說 I know you're taking pictures But why are you taking pictures of garbage 我才恍然大悟 就是原來我拍垃圾這件事情 好像有點奇怪 臨機一動 我就想到我在 一Landing到那個機場的時候 上面就寫 Welcome to incredible India 就跟他說 Oh 因為 This is my first time to India 所以 Everything to me is incredible 然後之後開始拍戲 我也還是都會帶一些很輕便的相機 比如說也是剛剛的二八太 沒事劇本獨熟了 我就會開始起身散步 然後就東拍西拍 拍導演的背影拍其他演員 大家比較熟了之後 我就會拍大家 可能在休息 或者是讀本這樣各種狀況 有一次在拍 酸甜滋味 後來就 我想說 怎麼了 是不是打擾到大家 你也想我 我說 對啊 爸 幹嘛 然後那個 女兒幫爸爸拍一張這樣 然後我就 好 原來想要入鏡 然後後來也是因為 拍照的機緣 所以跟溫正玲認識 我在拍春梅的時候 還有他在拍一把金的劇照是同一個 他個別跟我們對話的時候 覺得我們的話題很詳盡 然後也是講話說 就要拿一台相機在人家臉 晃來晃去晃來晃去 我們就約在咖啡廳裡面 然後一見如故就覺得 哇 好像就是真的很合拍 我們在拿相機出來的時候 就發現 欸 就是我們兩個有 一台一模一樣的 就是 萊卡的Milux 它是跟28太一樣 它也是傻瓜相機 小溫 它是一個 很漂亮的拍攝對象 而且我覺得 他自己也很明白這件事情 其實 身邊有很多演員朋友 但我把相機拿起來的時候 就算我再安靜 有的朋友還是會害羞 可是小溫很自在 所以他常常就是我的練習對象 那我用這台120相機 拍了很多他很漂亮的照片 這次在我的展覽裡面有一張 我給他看之後 他就說那張要當他的傳家之寶 他這樣講的時候 我差點噴出來這樣子 這一台相機也蠻值得介紹的 它是我的貴人相機 能夠辦展覽跟初術都是因為它 為什麼呢 它是Vivette Meyer的愛用機 它職業是保母 可是拍了非常非常多 很好看的120影片 在它故事之後 有一個研究生意外的找到這些照片 然後發布在網路上面 大家才慢慢發現 有一個這麼偉大的攝影師 大家沒有發現 那時候很崇拜它 所以就也買了這台相機 這台相機的對焦方式不太一樣 它的對焦方式 就是要這樣看 快門在旁邊 也是按下去也是打一聲 拍照的時候 是不會驚動到對方的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很尊重被徹底的一個 一台相機很有趣 因為最近要辦展覽的關係 把這數年間 所有的照片再做一個總整理 對我來講心情上面有點像是 寫了很久的日記 突然就被踢在牆上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看 我的日記長怎樣 有點害羞啦 可是還是滿開心 自己的興趣可以 被當做一個很正式的東西肯定 所以歡迎大家來看 在這裡 我要來看 不要太多 今天 我會記得 這裡 我們來看 這裡 我們來看 這裡